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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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彼此的专业能力也是相当认可 这部剧也有个让人忍不住议论纷纷的点 那就是介位吻戏 吴景炎在回应导演的这一安排时 称赞这是精致的艺术 可观众们不买账了 在评论区那是炸开了锅 就算是借位吻戏 也挡不住两人之间强烈的火花 他们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每一句深情台词 都能让观众感受到 角色之间深厚的情感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的演技到位 能够用细腻的表演 传递出爱情的微妙 咱们就先来说说 这让人欲罢不能的剧情 吴景言和王新月 在剧中的情感纠葛 那叫一个跌宕起伏 他们从最初的若即若离 到后来的情意渐浓 每一个眼神交汇 每一次嘴角上扬 都仿佛带着千言万语 让人忍不住去揣测 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尤其是两人化身为撒娇怪 互相打情骂俏的那些片段 甜度简直爆表 让我这颗吃瓜的心 都跟着扑通扑通直跳 还有那场备受瞩目的 玉佩抢夺戏 那可是他们在剧中的第一场重头戏 紧张的气氛 激烈的争夺 两人的表演张力十足 瞬间就把观众的眼球牢牢抓住 我当时看的时候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深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 这场戏不仅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技 也为整个剧情的发展 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让人对后续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想想 借位吻戏虽然让大家有点小失落 但这也恰恰说明了观众 对这部剧的投入和关注 我们太在乎剧中人物的感情发展 太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圆满而美好的结局 而且就算是借位吻戏 也并没有影响吴景岩和王新月之间 那种强烈的化学反应 他们用细腻的表演 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角色之间深沉的爱意 咱们就继续锁定这部剧 看看后续还会有哪些精彩的发展 说不定 制作方会听到观众的呼声 给我们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呢 比如说 安排一场让人心跳加速的真正吻戏 或者给角色的感情发展来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也许他们会在重重困难面前坚守爱情 也许会因为误会而暂时分离 但最终又迫近重圆 这些未知的情节 就像一个个神秘的礼盒 等待着我们去一一开启 墨语云间 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演员们的精彩演绎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复杂 通过这部剧 我们看到了观众对于优质作品的热情和期待 大家不再满足于表面的情节 而是渴望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更真实的剧情呈现 在这个娱乐多元化的时代 能够有这样一部让观众如此投入和热议的作品 实属不易 希望未来的影视行业能够多出一些 像墨语云间这样的好剧 能够真正触动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闲暇时光里能够尽情享受追剧的快乐 能够在别人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情感寄托和人生感悟 在当下这个娱乐多元化的时代 各种影视作品层出不穷 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能有像墨语云间这样一部让观众全身心投入 热烈讨论的佳作 实在是难能可贵 想想看 每天我们都被海量的娱乐资讯包围 新剧一步接一步的上映 但真正能让人牵肠挂肚 茶饭不思的又有几部呢 墨语云间却做到了 她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强光 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这部剧的魅力究竟何在 是吴景言和王新月那细腻入微 动人心弦的表演 还是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的剧情 又或者是她所营造出的那个如梦如幻 让人陶醉的世界 或许答案是以上皆是 吴景言和王新月在剧中的每一个眼神交流 都仿佛藏着千言万语 每一次情感的碰撞 都能在我们心中掀起波澜 他们用精湛的演技 把角色塑造的鲜活而立体 让我们仿佛能触摸到角色的灵魂 再看看那剧情 犹如一部精心编织的华丽乐章 每一个情节的转折 都恰到好处 每一次冲突的爆发 都惊心动魄 它让我们时而欢笑 时而落泪 完全被故事的发展所牵引 墨语云间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此 它引发了 观众们的深度思考和情感共鸣 这才是最为难得的 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更是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但无论如何 我们相信墨语云间 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感动和震撼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影视行业 能够不断进步 为我们带来更多像墨语云间 这样的优秀作品 让我们在追剧的道路上 永远充满期待 永远充满惊喜 王兴月搭档吴景岩在古装剧 《墨语云间》里饰演的宿国公萧衡 人不仅腹黑 还很喜欢看戏 王兴月22岁年龄不大 但长相浓眉大眼 周震严肃的脸 在同辈中显得异常稳重且成熟 这让他的戏路变得很宽泛 明明是弟弟 却已经是歌范十足 同年龄段演员撑不起的角色 他却能轻松拿捏 甚至搭档年上姐 完全看不出年龄差 自带成熟魅力的帅气长相 在演技的加持下 角色的吸引力直线上升 凭一己之力 在角色新赛道上一起绝尘 爱而不得都是委婉的说辞 夺人妻这新赛道 算是被王兴月也明白了 从最开始的讨厌 到惹人连 到终于夺妻成功 被观众看出了隐藏的重点 王兴月被网友问新赛道评价 大胆开麦 还不错 周深如故里 王兴月誓言当朝太子刘子行 从小与璀家女璀时宜定下婚约 虽未见面 但堵画像丝人 看到白鹿饰演的 十一出落的婷婷玉立 顾部的身份 不远千里都要去南城王府 看一看自己的小娇妻 但他不知道女儿家 早已经兴许南城王 即使一辈子不结婚 也愿意相守到老 而这时 王兴月才十九岁 全是王侯贵族之气 拿捏得分毫不差 那骨子病弱执念的劲 封起来六亲不认 赐下南城王踢骨之行 逼得十一大婚之日 跳下城楼 果真得不到就毁掉 差点没被观众骂成筛子 未有暗香来和宁安如梦 同时间段播出 搭档白鹿和周也 却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饰演的张哲是清正连结的人臣 前世为了皇后江雪宁 可以背锅下地狱 绝不愿对喜欢人一字半句 江雪宁重申归来后 张哲的品行依然洁白无瑕 喜欢在心口难开 双方都有很强烈的不配的感 害怕给不了对方幸福 彼此都把对方一步步推得更远 遗憾爱而不得 不敢夺妻却成为了些微强制爱妻 而家主仲西武是绝对的付出型人格 但一家之主承担的责任和遵守的道德感并重 觊觎自己的亲嫂子 虽然对方不见得是个完美的人 但是喜欢不分好坏 只在乎怦然心动 众叶蓝气滑浅如碧履 众西武却情深不改 竭尽全力帮助滑浅造了一场弥补过错的美梦 但梦醒十分遗憾倍增 不过论夺人妻最洒爽戴感的 还得是墨语云间里的萧衡 薛芳菲都已经嫁作她人妇 她还能站在二楼眼神深邃地直盯着人看 偷感氛围十足 更有嘴雕玉佩明场面 魏波已鲜火 王新月一席战损装 眼神充满煞气 手染鲜血抓住玉佩上的绳子 禁欲赶快溢出屏幕 此刻一张图 观众已经脑补一万字 玉佩是薛芳菲最宝贵的东西 再无人值得她当调玉佩 是正儿八经贴身之物 脑洞还得是观众大 自娱自乐的神 下一秒玉佩换飞红色肚兜 瞬间禁忌感收都收不住了 这一次终于夺妻成功 不为别的 只因为王新月年龄到22岁了 正好法定年龄可婚配 网友这思路绝了 真别说 于正的巨态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了 从沿喜攻略到未有暗香来 再到墨语云间 从来不让观众失望 幻想的都能实现 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吗 Olid Zither Harp